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今天我给朋友们来介绍一种农村路边很常见的植物 名叫鸡石糖,别名开胃菜 开胃菜可想而知 它的用途呢,几乎家家户户都用得到 为什么叫鸡石糖呢? 是因为这种常见的植物 它浑身上下散发着酷似鸡石的味道 所以人们都叫它鸡石糖 不知道你们家乡有没有这种植物 大家都叫它什么名字呢?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鸡石糖 它在生活中的用途呢,真的是多多 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子,有老人的跑脑 更要认识一下这种植物 或许哪一天呢,你也能用得到 鸡石糖,别名开胃草,开胃菜 这是大家根据它用途所起的名字 这植物浑身上下都是宝 每年在夏秋季节的时候啊 可以采收它的精叶 回家淘洗干净,晒干留着备用 一般在秋冬的时候 可以采挖埋藏在地下的根部 同样的方法晒干之后 储藏起来,可以拿来煲汤喝 煲排骨汤,煲猪脚汤 都可以用得到这样的干瓶 鸡石糖的叶子呢 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它的鲜品 尤其是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呢 大家都知道 孩子们在生长的期间啊 都会有厌食挑食的现象 或是由于瘫嘴吃了过多 不消化的现象 那此时呢就可以采摘鸡石糖的叶子 淘洗干净啊,剁碎了 活在面粉中拿来烙饼吃 这种方法呢 在我们家经常用 百事不爽 用鸡石糖叶子烙出来的饼 挑食的孩子啊,抢着吃 当然啦 它的鲜品叶子还有其他的吃法 比如煮面条吃 凉拌着吃 或者是清炒吃 朋友们 你们那里有没有鸡石糖 大家都是怎么吃的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鸡石糖呢 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啊 可以拿来煮水喝 夏天天气比较热 长时间被太阳暴晒 就会有头晕的现象 鸡石糖拿来煮水喝 就相当于滤露汤的效果了 好了 鸡石糖这种植物 你认识了吗 视频分享到此了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